因為你有愛 所以我們存在 因為你有愛 人生少開懷 因為你有愛 所以我們存在 因為你有愛 人生少開懷 歡迎全球的觀眾朋友 準時收看音樂有愛節目 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為大家來推薦的是 經典的音樂專輯 呂夢 我們請到的是經典好聲音 我們大家的好朋友 李建復 是 小復其實除了是一個 非常溫溫如雅的人以外 他在音樂 以及在他自己的事業方面 各方面都非常的成就非凡 當然我們非常喜歡他的聲音 可是我覺得他的人更溫暖 那有姑娘不帶花 那有少年不執馬 女子的花 女子的花 姑娘帶花等主 家 少年吃馬房親家 大愛那有花兒不殘雕 哪有马儿不过桥 残雕的花儿碎的藏 过桥的马儿不回头 谢谢小后来的节目当中 小杨文元 大家好 感谢 感恩你能来到大爱电视台 乔富我想要为所有的观众朋友问 你这么好的声音 真的是浑然天成的 你要感谢谁啊 应该说感谢我妈妈吧 那应该说我妈妈的 给我遗传的声音的特质 比较不同 那我父亲他遗传给我是一个爱好音乐 或者享受音乐的环境 因为他喜欢听音乐听好的歌 那跟我妈妈以前唱金剧 唱很多年 那声音里面就有那个 他们叫做金属的声音 因为他唱老声 那虽然现在已经很久不唱 可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呢 就听到那个有金属碰撞的声音 那以前也有老外说听我声音里面有 金属的声音 有铜的声音 有铜的声音 那就是也许要归功于他 所以你在童年的时代里面 你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环境里面 你长大的吗 音乐环境是有 可是我自己不唱歌 童年的时候完全不唱 那国中的时候变生气嘛 那一出来声音的 那个音乐老师说不要唱 你待会儿再说 所以其实我在高中之前 是没有唱歌的 要唱歌的歌 风起流朝沙阳打当 送之卷云和渊 明清凉尽情依 风起流朝沙阳大堂 风是时风骚 为你在南园林 啊 沙却是沙场 若有嘴寒 云啊 遮阳月啊 藏路是梦 飞蛾轻云 阴天下尽是断肠人 这一点是花有树生主好 这五色作料 香菇的气候如我后 能表一点相思多 这一点是花有树生主好 这五色作料 香菇的气候如我后 能表一点相思多 风是时风骚 为你在南园林 啊 沙却是沙场 我有最好 这一点是花有树生主好 这五色作料 香菇的气候 千古的气候如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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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相思的时花 一样满地 一样满地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的歌声 有一些转变啊 你这么年轻开始 从合唱到校园民歌 一路走来 我是觉得每一次 听你唱歌的感受 都不太一样啊 越来越享受 是不是也会因为这个年岁 或者是生命的一个历练 也在你的歌曲当中 不断地提炼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不知不觉当中 那现在听我十九岁二十岁时候 唱的歌 的确是那个声音 比较干净 比较清纯 那现在的声音 比较沙哑 里面我自己也觉得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 说不出来有很多成分在里面 是 是 是无法解释的 对 那 我现在其实 比较喜欢我现在的声音 比较低 我也很喜欢你现在的声音 那现在回去 听我那时候唱 唱跨幅追日啦 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唱不出来 那个声音 声音现在唱不出来了 可是我也许可以 诠释一些更 更老的歌 那感觉上会更好一点 你在你的歌声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画面 不仅是以前的 好早期的龙的传人 或者是 像是 比较田园师派的一些 望川啊 龟啊 然后像现在的 吕梦啊 这个专辑里面 您全是郑愁语的这个诗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这个歌的意境 你是怎么拿捏 你也可以拿捏得这么准 你一张口就是 这个意境就出来了 我会不会觉得有点 因为大家是先入为主嘛 没有听过别人唱过 第一次听就听我了 所以说大家只好 印象就是那个样子 那郑首宇的东西很特别 就是张世豪老师写 这个系列的歌是很特别 因为音乐性非常非常的强 因为郑首宇老师的诗 我想大家从小到大 都很多人都念过 可是过去有很多很有名的 像李太祥大师也写过好几首 那可是这一次的整个 其实也不是最近的 就是96年录的东西 它其实整个的音乐的 围绕在这个诗的 就这个结合是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 是的 那是非常 非常让你可以进入到 它的诗里面去 那感受到 我觉得跟诗是有点超脱的 就是可以提升 整个诗的感觉 就是非常不一样 在遥远的两天 在遥远的两地 却如 的遥远的两地 确如 雪梦 血梦 的 一肩子脚中了 莫放进你手吧 莫放进怀疑吗 只要轻轻把梦间断 莫放进你手吧 莫放进怀疑吗 只要轻轻把梦间断 你一般我一般 三肩子脚中了 多一点 莫放进去 我的迷迷在遥远的两地 却如对护的剑子脚逐游 莫放尽离手帮 莫放尽环绿帮 只要轻轻把梦间断 莫放尽离手帮 莫放尽环绿帮 只要轻轻把梦间断 你一伴 我一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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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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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